本章主要分享的是本益笔的计算的有趣例子 那我们提到本益笔计算 基本上它是股价除以每一股赚多少钱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讲的当然是每一股市价 我们今天把它单元去做区分 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算法 就是多少年可以回本的概念 那事实上它讲的是一个期间 也就是说假设你现在股价是十块钱 然后每一股可以赚一块钱 那就是十年 理论上它这个十年的时间 你这本可以收回来 那现在我们就换一个例子来讲这个东西 假设一家店 其实投资股票跟投资店思维是一样的 假设一家店它原始投资是100万 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它所投入的成本 去决定我们要跟它买 那最简单的想法 它投资100万我们就用100万买 那事实上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一家店它今天会卖给你 它一定有个原因 它有所谓的悲观原因 它有所谓的乐观原因 那悲观的原因的意思就是说 它这家店它可能经营不下去 它做越久亏越多 在这种情况 它巴不得找到有人来顶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可能原本是100万东西 它可能30万 它就顶给你了 那有另外一种算法的时候 我们算折旧 当然我们也可以算重置成本 也就是说它当初是100万 东西会旧嘛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给它减一些折旧 发现说 其实这样的一个设备 这样的一个公司设置 大概值60万 那当然如果说 我们今天能看到它的未来价值 就举个例子 当你看到可口可乐 它当初还是要水的时候 又或者说你看到麦当劳 那时候还是单点店的时候 你已经看到未来的连锁价值的时候 你可能会用500 或者5000去买它 那我们今天就用 透过本益比的方式去换算 假设你今天每家公司 每一年它是赚50万的话 那我们本益比10倍来算 是不是就是500万 那如果说它是每一年 赚100万的话来讲 那是不是我们今天一样 我们透过这样的反推的话 是不是就是1000万 那重点的话 它每一年赚多少 是不是就会影响它的本益比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换算一个想法 假设比例来讲 我们现在先假设 这家公司的话 换你经营的时候 也就是说别人在经营的时候 是赚50万 你经营的时候是100万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现在先假设 这公司没有成长的时候 代表你这家公司10年后 你的本益比会回来 所以你花这样的价钱跟它买 那如果说这家公司 是未来会不断的成长 会从local的变成一个区域性 变成全国变成全世界 那现在重点是 那是不是每一年利润都会在成长 也可以说第一年人家做 当然人家这个数字有可能是假的 50万可是第二年你成长一倍就变100 第三年就变200 第四年就变400 因为成长一倍 然后再来第五年就变800 那请问你 是不是我如果说真的我用1000万去买的话 原本10年可以赚回来 是不是就会缩短成5年 那这个就是本益比的概念 可是各位在换算到股票的时候 各位都没有用这种开商店的想法去想它 所以它的重点在哪 它的重点是每一年的本益比都会变 随着股价趋势好坏 可能有人用10去买 可能用20去买 可是如果某一些特定的股票 他可能用200去买 所以本益比是会变 第二个 每一年的获利数字也会变 这家公司可能前几年经营的很好 可是后来的时候竞争对手出来 又或者说产业环境变了 没有人用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这一个100年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所以说再加上说 每一年的时候 因为对这个本益比的时候的反应 每年的市价会变 还有公司也会倒 竞争者也会变得更强 在这种情况的时候 它就会有很多转折思考各位要具备 所以说当各位在思考这个东西之前 你是不是应该对本益比的细算 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甚至于说去研究说 这家公司 也就是你要投资这家公司 跟产业阶段本益比的差距是多少 又或者是 你的这个本益比 跟大盘的本益比差距是多少 透过这样的层层思维 你除了可以找到趋势 你也可以找到比较合理的合理范围 也就是说合理值跟合理范围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依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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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